各位網友好,你厚我厚,大家厚才是真的厚 大家網友好,是我珍DC 還有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家產生 各位網友好 請大家在聽節目之前為我們三個台正式網向和浪費冷氣點讚留言 訂閱是不用錢的,我們現在最重要是齊抗疫 反攬炒和平經濟 總之大家做個正常上的人做好自己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但有些人就不正常,好像搞人家電視台那些人 這節主要想說自從黑暴開始 其實是黃色經濟圈一向都是這樣運作的 你讓我當你是男人,我就會用盡一切手段去對付你 網絡欺凌就先走了,然後就把你背景起底 就號召別人杯葛你 那些藍商鋪被人搞得雞毛鴨血 你要證明你是黃商鋪就說我們合意的事情 基本上是和黑社會 說得更討厭一點,其實是極度和極端宗教傳帶很相似 像馬根 大家都很記得有兩個傳媒 比如說在警方記者消代會,有一個在廣州電視台來的 跟他們錄的時候他們整班記者欺凌廣州電視台的人 然後在黃大仙區那陣無線電視的記者車被人弄爛了 然後那陣無線說自己的收視跌得很差 那些人就拍爛手掌,因為其實是被他們網絡欺凌的 這又不對,那又不對 那些人認為這樣是帥氣的 結果呢,連東方日報都被他們欺凌了 他們就會找到支持無線和東方 雖然我個人是,大家都知道我們對《東方日報》是有意見的 但是,一件還一件 你們用這種手法,黑社會式的恐嚇手法去恐嚇一間企業 小企業是敢怒不敢言 然後你們這些傢伙以為自己真是主宰這個世界 去打擊其他企業 那今天終於,昨天應該這樣說就時辰到了 那其實在4月20號那時候,在無線電視,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和東方 東方日報,兩人聯手就在這裡弄了一個廣告 要求警方經求政府嚴正執法打擊網上欺凌線報 那大約就是有些隱藏在網絡背後的人士 往往因他人立場不同別事無忌憚 恐嚇及起底令對方不敢表達意見 有部分企業亦被標籤成為網民攻擊目標 肆意抹黑,道德底線完全徹底消失 由於進入無法之境 一直以來政府束手無策,無計可施 這樣講,那就講了很多事 不少政府官員警察從政者社會人士演藝人學生及記者也成為 網上被欺凌及和被起底的對象 其家人的資料亦被放上網 和傳統的欺凌相比 網上欺凌可以每天24小時不停地進行 和轉發故造成的傷害更大 年輕人遭受網上欺凌往往因無助而感到沮喪抑鬱 甚至產生輕生的念頭 部分工營機構企業和店舖受到不法分子的暴力破壞 亦遭到網上肆意抹黑和滋擾 意圖打擊經營者和造成經濟傷害 如此行為繼續下去 受影響不單是首發的企業更可能是香港的營商環境和經濟 因此政府必須正視問題嚴肅處理網絡欺凌問題 社會各界對網上欺凌絕不應退縮 政府必須追究網上肆意發放煽動和煽動暴力和不法行為的人士 亦應考慮是否修例或立法需要支持警方 更有效執法打擊網上欺凌和煽動 在今年4月3日做了這篇文件 我讀了下半部 結果昨天拘捕了兩男一女 她說發覺近日欺凌這個 其實是將這個無線電視和動房日報的那些客戶起底 在網絡欺凌她們 你們當然說這麼大的企業 你欺凌人就有人欺凌你就沒有 那種就被拘捕了 包括一名香港集會大學生 幾乎六部手提電話、六部電腦 雖然現在很便宜 那要這麼多來幹什麼呢? 一個人都用得了 都不是個小數字 六部的 我們這裡最便宜最便宜的手提電話 那就三百元 六部也千多元 兩男一女一 一個人兩部 一個人保持兩部 三個人已經被扣留調查行動 仍在進行中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就是這樣 被捕男子 就由21到37歲不等 最年輕的那個就是27、21歲 是這麼大 就涉嫌刑事恐嚇和善默他人 進行刑事委會被捕 善默 第二個就是一個30歲 姓黃 一個男子 無謂說他那麼姓什麼 是文元 也是同一個序 而最後那個就是比較特別的了 他是一個37歲的女子 任職廣告公司市場報 說 串謀刑事恐嚇和發有犯罪 不及或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 所以就有人 他們就說 拉了 其實都算是時辰到了 因為有人利用在廣告公司工作的便利 掌握客戶向兩家傳媒機構 刊登或播放廣告的資料 然後就給了這幫黃色的集團 繼而要求有關商戶 不要在兩家傳媒裏面刊登及播放廣告 還有人或是他人 傷害有關機構的記者 而不是破壞他們的攝影器材 所以 其實是一次的勝利 我覺得是一次守法的勝利 大家怎麼看 沒錯 其實經常說法治已死的人 其實我們都說過 只要有人判的 因為他不是機器 沒有一個標準 每個人對案件的理解 和個個案的分析都是不同的 輕鬆大家有不同 就算西方也好 明明是個殺人犯 可能他都可以 Wall free 是吧 很多情況之下 但是 如果他們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 叫做司法 都叫做張獻左 是吧 還有就是 他們這樣做 是有助客作用 證明了 你不要以為自己年輕 以為自己型 以為自己好 打著這個民主旗 就可以走過一齊 沒有可能 不要相信這些西人說話 騙你 就是 民主 你可以爭取 但是最後你用這麼極端的手段 爭取 你反而更加沒有民主 更加沒有自由 因為你下半身在監牢都過 是 還有 剛才那位在廣告公司做的 那個洩漏客人的資料 這些是 是 如果讓了出去以後 你在這一行 你完全不用拼 真的 沒有人會再請你 因為 華華客人的資料 給你 原來這樣做的 是 是 其實這個手法 如果大家看一下 警方發言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知道了 警方拘捕了這三個人 涉嫌在網上滋擾恐嚇和無線電視的客戶 希望警方能持續進行 將更加多的不法之徒成之於法 其實他就說 自去年六月社會運動開始 示威者在毫無事實根據下 指稱無線電視偏頗 藉此抹黑無線電視 在網上鮮嚇他人 阻撓無線新聞採訪工作 毀壞攝影器材 向通訊事務局夾底投訴 大家都記得了 整萬宗投訴 是怎樣的 恐嚇商股庭 好像很少的帳戶發出來 之後查回 是啊 其實他們用那幾個 其實我們 我們盲向就很明白 經常被鬼帳戶攻擊的 搞到我們雞毛壓迫大家都知道 是啊 還封過一次台 連來去都是那幾個 是啊 那十幾二十個 然後就變成一百個鬼帳戶 是 很多很多 這些網軍水軍 意圖要我們收聲 大家都很明白 所以我們都很明白 這個無線和動防壓布 都是重新一句 我們不能夠完全 我們不能夠完全 認同防壓布做的事情 不過 一件還一件 他們是受到 網上的暴力對待 暴力對待不是一定要見血 而是在精神上 令到人有損失 都是一種暴力對待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我們不露樣 為什麼你不露樣 很簡單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人 我們要保護自己 因為我們很明白 極端的人的手法 我們見過很多 他們可以找到你之後 就是 他說我知道你是誰 然後把你抵抗你 然後把你抵抗你 問題是 他們還說 什麼 那些叫做 禍必及妻兒 是 這件事是最卑鄙無恥的 將一些無辜的人 拉下水 總之我就要用盡辦法 我要整死你 你最好跳樓死 你死了 之後可能他們說 你該死的 但他們沒想到 其實那個人是沒什麼的 中信校看都齊 只不過是 政見不一樣 是 正是我不能夠同意 就是好像大家看一下 楊明先生 看一下很多人 他們 他說我煮燉湯 送給醫護也好 什麼都好 他們是去香港出了分力 但是他們那個 那間店舖 被那些人打爛 然後你看看那個 龍門客棧的那個人 說他自己什麼 其實是騙人 騙手足 那大家一看 已經知道 究竟誰人格高一點 他們只是不能夠 認同你們這幫 壞人 所做的暴力行為 違法的行為 你們就被你們批鬥 所以 所以其實 就是 他們認為自己是適合 所以那個女士 37歲那個 將客戶資料爆出來 以為沒有人知道 嘩 好厲害 雞春這麼密 都不得出仔 老實說 要查一定查到 是很高興的 即是時辰到 不過大家猜一下 其實會不會有更加多人 還是其實只有這三倍 一定會 不用說 一定會 一定會 因為你不要忘記 他們經常說 異氣 不睹灰不割席 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 你怎麼知道他靜靜的 或者有些人轉污 怎麼靜人 很難說 是的 越年輕的越把持不了 而且其實可能他們是所謂文宣組的一部分 這班人 所以做了這些壞事 許劉山也來了 許劉山 我是許探長 聽到大家說這個 會不會轉污點證人 其實都可以 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說一節 叫做同酬理論 那就代表可以 互相怎麼睹灰 到了這個最後關頭的話 只要他們將他們分 分而置之 他們自然什麼都爆了出來 剛才嘉賞先生所說 會不會他們比較年輕 或者怎樣 會容易些去爆大鑊 或者轉到污點證人 這個根據這個 叫做刑事偵緝的歷史來計 和這個犯罪心理來計 機會率是極高 因為他們人生經驗比較低一點 因為他們覺得 很快就可以有機會 叫他重新再來 如果大家 這段聲音 你可以嘗試給一些黑暴聽 梁天琦六年 你們自己想想 你們幾年 轉做污點證人的話 如果你比他大問題的話 有沒有機會呢 到時就和這個官講 因為我們不是法庭 純粹給一些意見 當然最好 完全沒有犯過事 或者怎樣 自首啊 等等 完全可以 可以著情處理 這些就各下自行判斷了 好 我們繼續回來 是 是 是 得比斯說 其實我覺得 剛才你說 時代革命 他這個口號 競選口號 真的隔了不少人的名 爭取到什麼 請問爭取到什麼 當年為一粒餘膽 一粒這麼多 六年的刑罰 可能當年這幫人 就是為了又是一口氣 是 那天 記得嗎 兩個人被判謀殺 是 我覺得最後來可能 你一定會入到這條罪 但你誤殺你也麻煩了 應該跟他差不多吧 應該是最少 我想 其實呢 如果 是 你先說 還有 名字有個殺字 有人說 就算你 你沒有被人真的 告別人這條罪 但是你一聽到 哇 這麼嚴重 你是殺人犯來的 你被人告殺人罪 無論你誤殺 還是謀殺都好 你覺得你以後 在社會立足 懂嗎 你本來是個普通人 還有 那個什麼 大律師界長毛 他說現在那些人 手足 在某一間 台灣大學 某 在台灣大學 餐廳 在某附近 做士仔 不是讀那間大學 你不要忘記 是做士仔 這個詞 我不是目目辱人 但是 我只覺得 明明你是個大學生 需要不需要一輩子做士仔 還有一件事 你要看一下 那個法律界長毛的 這間叫做什麼 山 黑山 這個黑山 大家看看 如果 因為他們 那時候說過 是來台灣 申請這個 工作簽證的 工作簽證 也要看一看 你的底部有沒有花 如果有花 那些 基本上 就來不了 如果沒有花 或者可能覺得 咦 香港這個地方 好像很閹門 還是怎樣 他們自己覺得很閹門 或者覺得 好像沒有自由 還是怎樣 這些純粹 都是他們自己的假設 而你跟著就說 不如去台灣 打一份工 還是怎樣 其實 你在香港可以更加多選擇 為什麼一定要去台灣做 這間這樣的餐廳還是怎樣 還有 我看到他們 不如這樣 我們可以 今天輕鬆一點 今天香港的假期 可以說一下 這間餐廳 我看到的價錢 都是偏貴的 究竟這股熱情 可以保持多久 還是怎樣 還有 剛剛昨天 其實我 其實這陣子 都比較忙少少 我早餐時間 都懶得看報紙 突然間 昨天我在某個地方 看到報紙的頭版 太陽花學運 之前他們 在香港的時候 又說 他們參考台灣太陽花 還是怎樣 從沒辦法有罪 那些人 當他們 上年的七一衝入立法會 看他就不就犯 他們就覺得自己很高興 好像跟台灣的太陽花學運 激獎 那些 但是昨天我看了一份報紙的頭版 就是說 其實那個官 法官那方面 覺得沒理由 沒理由判這麼輕 要 刑期 那方面要加回 要更新 不可以 現在又會再判刑 刑期那方面 還是怎樣 其實 這麼毒 毒 又不可以這樣說 又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他們這一幫人 他們說 你看看台灣都不會這樣判 還是怎樣 就算昨天說了這個問題 這個刑期那方面 要更新 或者再看看 其實 市面上沒什麼人說 說什麼 大家都是這樣 去生活 反而香港有人說 香港人說 就是他們覺得要互相呼吸 就是當地 就是當地生活都覺得 其實都不喜歡 搞到政治化 搞到這樣 其實都不喜歡 他們自己一廂情願 還有其實很多香港那些 叫做 看了那個法律界長毛 說什麼台灣 可以怎樣自由 民主 還是怎樣 什麼社會氣氛 還是怎樣 其實不是 很多人都是自己 有自己的生活 就是可能 我們今天去哪裡買 那些珍珠奶茶 這裡有特教 那裡好喝 有新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 不是說 過正上的生活 過正上的生活 就是不會說 要很政治化 今天又要看哪個政黨 有沒有做些什麼 看看《蘋果日報》有些什麼 有什麼 《抗暴之戰》 有這些 《蘋果日報》有些什麼 《抗暴之戰》 你抗暴之戰 你自己的老闆也抗不了暴 肥仔麗 是吧 他真的十五加其一 你怎麼抗暴 你被捕之戰 你被捕之戰 被捕之風 好了 今次時間 差不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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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